有朋友说那个什么 说那个你跟超越没越饭吗 别老提 超越了好不好朋友们 你宁哥现在这一块 也得讲究一个就是 避险 别老提超越了 我倒没事 我大老爷们人 给你小公众刮到 不讨 有时候咋了 被有人造谣吗 开玩笑啊 避什么险 没有人家里来干活来 人家里来录节目的 因为这两天 我们在群里比较活跃 因为剧快散了 拍戏这个东西 其实朋友们跟你们分享一下 非常的尴尬 就是有些戏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很多戏拍完之后 它基本都是一年才播 其实有很多戏呢 所以实话朋友们 我相信很多朋友 你们也知道这个演艺圈 讲究的就是一个人走茶凉 当然是各行各业都一样 不仅仅是演艺圈 然后呢 其实有的戏你知道吗 就是比如说一年前拍了 然后一年之后 或者一年半之后播了 我给你说句实话 然后有的时候做些采访 或者是没办法 无奈得这两个演员 得合体去宣传 这俩人都不熟 拍戏的时候可能挺熟的 就是大家都是朋友 那拍完戏一年半不联系了 你说突然有两人 在装好朋友 其实有点难 而且采访剧的时候 总会问你一些 你还记得就是 你跟他拍摄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趣事吗 总会有采访都会问说 当时你们俩拍这部戏的时候 有什么趣事 真想不起来 一年半以前的事 哪怕当时多么的有趣 现在也未必能回忆起来了 你明白吗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 真的是 其实艺人在回答 这些问题的时候 很辛苦的 脚心脑之想 当时有什么趣事 这部戏在哪拍了当时 好像是狠店 因为古装戏 内容是什么 剧情都忘了 很难 真的是很难 朋友们 很难 因为一个艺人 一般一年 拍个两三部戏 对吧 两部戏最少 那一年半 怎么一三部戏拍出去了 然后你说 你一样回忆当时的剧情 确实就有点难 因为不停的 后面还有剧本呢 然后呢 但好在好又好在呢 我们几个呢 就是包括陈楚河 我们几个就是 自己也联系 就是这一年 从拍完戏 就联系就没断过 我们就纯纯就是成为 通过那个剧 成为好朋友了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所以到时候 到宣传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担心说 回忆不起来剧情 或者是想不起 当时就是 就是给你们 比如说 一块合体宣传的时候 显得很陌生 这个东西 你们不用担心 就不会陌生的 他俩想不起来 我提醒他们 然后呢 就是别 刚才有朋友说 超越什么 我说别老提音 超越是什么事呢 因为很多啊 很多其实 其实这个圈子里的朋友 都是那种的 比如说 女的跟女的还好 但是如果一有男的 跟女的吧 就容易给人造成麻烦 总有人会带结束 那天我就是 得刷一个 就是一个平台 一个 算是一个 就是APP平台 我看到一个什么呢 看到一个 一篇文章 是拍赢超越 到长沙了 拍赢超越 就是到长沙了 然后拍超越的同时呢 把他旁边的 他经纪人给拍进去了 然后呢 他经纪人穿了一件衣服呢 跟我是同管 他就是拍超越 到长沙了嘛 然后有路透图 然后看到那个超越之后呢 他旁边 他经纪人跟他一块走 然后呢 拍照他经纪人 他经纪人穿的那件衣服 跟我是同款 就是我俩是穿的同款衣服 然后这个人就 这个人就是拿了那个图片 发了一篇文章说 刘亦宁和杨超越在一起了 刘亦宁和杨超越 当时他俩在一块了 你看 因为刘亦宁和杨超越 经纪人穿了同款 我就刷到了 因为我总刷视频 就会刷到跟自己相关的东西嘛 我当时我就懵了 这是什么逻辑 我跟他经纪人穿同款 我怎么 你哪怕你赵云说 刘亦宁跟杨超越经纪人在一块了 那也是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因为你俩人穿同款了嘛 对吧 但问题是 我跟他经纪人穿同款 我为什么和他 和他艺人成为情侣了 哪怕你说 我跟他经纪人在一起了 我觉得这都是能理解的 但起码赵云有个根据 你什么鬼逻辑 而且他经纪人是个男的 可能就是因为 他经纪人是个男的 有朋友说也挺好刻 你给我闭嘴 我一个劲儿 给他屁谣了 你俩再继续给我造谣 朋友们 我再给你们解释一下 就是我为什么和他经纪人穿了同款 朋友们 还真有点故事 是真有故事 朋友们 这样子今天我就坦白了 朋友们 我为什么和超越经纪人 就是穿着同款 这个是有故事的 是这么事 朋友们 这件事呢 要从一周前说起 那天呢 那个 就是 就是莫名其妙 称楚河给我发消息 说那个什么 我看到你的什么什么照片 看到你的什么路透了 你最近在横店呢 我说是啊大哥 怎么事 哥你是在横店是吗 你是在拍仙剑寺吧 他说对 我说那这样子 咱晚上吃个饭吧 我今天说工走 你今天没有戏 收工走 再俩吃个饭 我于是呢 我就约春楚河吃个饭 约完春楚河之后呢 我想说 我说 那就问问超越吧 超越要是收工走 我杀吃个饭 因为我跟超越 也是两部戏 基本没见面 我们虽然就是 总是在网上 我们有个群交流 但是跟超越私底 都是不见面的 因为就是怕有绯闻 我就避免都跟女演员见面 我怕有绯闻 我真的是从孙雄 孙雄雄那个 杀青之后 我给超越 探了两次班 然后之后就是 没有私底下吃过饭 我想正好就要超越吃饭 于是呢 这件事就要从 吃饭那个 那个女儿说起 然后我 陈楚河 超越我们三人吃饭 吃饭呢 然后陈楚河就来了 来了之后呢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说 那天我就穿了一件 那个盘扣的衣服 就有点古风 那种盘扣衣服 他一进来就说 那个宇宁 你这个衣服好适合你 就有种武侠的感觉 我当时我这人就敞了 加上那天喝了点 喝了点小酒 我当时一瞬间 就给衣服脱下来 我说送你了 就那个黑色那个 我当时一瞬间 就快开解扣 开始把扣就解了 然后我说 大哥这衣服送你了 我就穿了一次 这样子你那个 留个纪念 我这人就是这样子的 别人喜欢啥东西 我都送 包括我那个红色手串 我都送给陈楚河了 就是那天晚上 送了个手串 送一件衣服 我当时给衣服脱了 我说这衣服送你了 你试试 他说这不用不用 我这又热情 再加上喝点小酒 我就说 我给你送你了 你试试 他一套还挺合适 因为他比我壮一些 然后但是我号着他 他穿正好 然后我就把衣服送给他了 送了之后 我里边就穿了一个打底衫 穿了个打底衫吧 就是我里边是穿了个白的打底衫 然后我就在想 那我就 因为我怀疑门口会有代牌 刘亦宁吃吃饭给衣服 就脱衣服了 吃脱衣服了 是怎么回事 而且和一帮演员出去吃饭 吃完饭就衣服吃没了 就不太好 然后怎么办呢 当时我一看 现场男性 好像就是杨超越他经纪人 那件衣服还挺好的 我说 那你要不你这个衣服 接我穿一下 我出去就是 你接我穿回家 然后明天我让工作人给你送去 他说行 营业经纪人挺好的 说行你穿吧 我就把杨超越经纪人的衣服 就穿上了 然后我就那天出来 正好外面有代牌 就拍起来了 然后又被朋友扒了同款 那件衣服不是我的 是杨超越经纪人的 不是因为我俩穿同款 是我俩穿的是同一件衣服 是因为我当时吃饭 把衣服送给陈总和了 宁哥就是性格 东北人比较惨了 就不啥事 觉得我衣服好看是吧 拿去穿 鞋怎么样 鞋喜不喜欢 你多大小 鞋不行 对就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东西 造谣真的是有点 就是有命 我说宁哥 你现在身上这件衣服挺好看的 跟你没有关系 好看自己去买 有没有造谣一张嘴 屁谣跑断腿 也没有 我有的时候发现这些谣言 反而会成为我直播的素材 我直播给你们讲一讲 我自己也挺开心 你们听的也挺开心 挺好的 造谣 当然也别的别的 就是这种离谱的 就是有点太离谱了 这种东西我看完之后 就是微微一笑 然后呢 当然不是微微一笑 邪魅一笑 然后拿来当做我直播的素材 所以但是有些东西造谣吧 它这个东西也太离谱了 就是我跟他经纪人穿同一件衣服 我和他一人在一块了 这个什么逻辑 也是够够的 也是够够的 我跟朋友们 说实话 我跟曾更熙也好 超越也好 深处合也好 我们在那部戏上真的是 我们真的是很难得 会在一部戏上交到那么多朋友 非常之难得 而且是一年都没断联系的 我们关系真不错 关系是真不错 所以我希望怎么说呢 你们千万别去什么造谣 什么玩的 造谣说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了 到时候就是 哪怕我不避讳 对方怕避讳 也会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友情 出现一层隔膜 那天我还看到一个影响号 也不是看到 是超越发群里面 发群里 有一个影响号说啥呢 说 孙雄谁是英雄剧组 杨超越看不上刘宇宁 因为杨超越 现在此时此刻 正专心发展事业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到 说杨超越看不上刘宇宁 然后呢 然后那个超越就发到群里了 说宁哥 这不是我买的影响号 你看到了千万别生气 我们这一块 确实不 不营销自己的优越条件 所以就是哪怕 是不是超越弄的 但这种东西出来之后 我心里看完我也不爽 什么叫我配不上超越 杨超越看不上我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看不上 你说你 你造元也就造元 但别说你看不上我 还在拉踩 而且我唱的啊 对不对 有没有说打给曾顺希 你第一次叫曾顺希过来连麦啊 我不 我不 我就是上次直播 我不是说了吗 我说这个曾顺希 这人太识快了 有剧播的时候来我直播间 没剧播的时候不来 然后当时这一块 还让人截图了 发网上了 说这个剧还没播 你看这个男儿开始踩男衣了 刘宇宁这个人品真的太刺了 剧还没播 开始男儿开始踩男衣 说赢曾顺希四块 你们看到了吗 这帮倒霉的 这帮倒霉蛋啊 你说多会 挑拨我和曾顺希之间的一个友谊 我上场直播说啥呢 我说那个什么 我说曾顺希 曾顺希当时播那个嘉南传的时候 来我的宣传 然后呢 就是后面就是再也没来过 我说这个人就是有点 就是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孙恩雄播的时候 他准准得来 这样子 所以刚才有朋友说 让我打电话给曾顺希 说叫他过来连麦 我不 这样子显得赞多掉价 我好像我邀请他来 他就是怎么多大的咖啡啊 我等到他自己来 他爱来不来 他不来 你没办法 所以到时候看什么呢 看那个曾顺希 自己怎么弄吧 看他自己是怎么弄吧 有朋友说了一句 不来就黑他 你是啥音品呢 你 我所谓在直播间黑的那种黑 大家其实 你看过我直播的人 都知道我并没有在黑他 我都是 就是朋友关系比较好 可以开的玩笑 你我真黑他 我黑人干嘛呀 我跟他也不是对家 朋友们 我跟曾顺希 纯纯不是对家 就是每个艺人 在这个行业里 都有什么呢 都有竞品 但我跟曾顺希 完全不属于竞品 我俩完全不同款 无论从造型 从这个性格 从这个角色匹配度上 我俩完全不属于同款 从来不会 他永远抢不了我的活 我也永远抢不了他的活 所以他不 就是不存在说那个什么 不存在说 就是我们 我黑他 然后当时给他那个什么 给他弄了 有朋友说 那曾顺希对家是谁 那我不能告诉你 所以我也不会黑他 就是正常朋友开玩笑 一般不熟的人 我根本都不会提 不熟的我不会在直播间提的 就是这样子 就能提能开起玩笑的 就知道他是什么性格 你关注一下 摩登兄弟刘雨宁这个人吧 酷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